花蓮有一位八十多歲的阿嬤 忘記先生已經過世了三年 在昨天晚上九點多 打算要徒步前往到玉里鎮的一間 老戲院去找人 警方接獲家人報案 沿路搜索 順利將獨自走了兩公里遠的阿嬤 護送回家 小包你帶回家啦 我不回家 他我丈夫不回家 我要去找他 阿嬤嘴裡不斷刀念著要找丈夫 警方接獲他兒子報案 沿線尋找 終於發現他的身影 接著多次勸阿嬤先回家 他仍執意前行 就算已經走了兩公里 整個人步履滿山滿頭大汗 還是堅決不回家 事情發生在花蓮新果路二段 晚上九點多 一名巴巡阿嬤堅持外出找老公 外籍看護眼看阻攔不了 只能跟著走 並打電話向他的兒子求助報警 警方到場後 他也遲遲不肯回家 表示要到中華路上的 舊日理戲院找老伴 警察找到人後 也立即打電話通知兒子 聽到先生過世三年的事實後 感覺阿嬤心都碎了 警方聽到後也感到相當心疼 當下先安撫情緒隨後移進車 將阿嬤平安送回家 記得畫鏈綜合報導